和女友吵架时 看到他男闺蜜发来的信息 就大冒险亲了你一下 他还真生气了 这种穷小子 玩玩可以 别当真 后来我和别人订婚 他又红着眼质问 我笑着说 我和你只是玩玩而已 别当真 沈星仪生日那天 他穿了一套性感的衣服 却拒绝让我送他去酒吧 我看了看他裸露的后背 轻声问他 是不是又有叶晨 沈星仪涂抹口红的手指一顿 语气变得不太耐烦 你能不能别总盯着夜晨不放 我都说过了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看吧 他明明知道 我讨厌夜晨 也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只是觉得我小题大做 我没有应声 沈星仪像是意识到了 自己态度不好 又揉下了声音 不要总是瞎想 我不带你 只是圈子问题 你不也说过 不喜欢我那些朋友吗 我会在十二点之前回来 然后咱们再单独过 乖 在家等我 他说着 凑到我身边 在我耳边落下一吻 然后就提着包离开了 超薄的衣裙 弯腰时会泄露春光 我提过很多次意见 但每次 只会引起一场争吵 沈星仪总说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 才会计较女人穿什么 厉害的男人 只会想着保护女友 可是 我怎么保护她呢 每次她和狐朋狗友出去 都说那些人和我不熟 但我不方便 这一次 我什么都没有说 沈星仪走到门口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转身看我 老公 你怎么不管我了 哎呀 今天是我生日 不请他们不太好 我答应你 以后少跟他们出去 我没有应声 只是咧嘴笑了笑 她并不知道 何止是这次不管她 以后 我都不会再管她了 我和沈星仪 曾经也度过了一段 很美好的回忆 因为实习期工作很拼 我常常忘记吃饭 她每次都会带着便当过来 说是自己亲手做的 然后 她会微笑着看我吃完 再缠着我去买她 爱吃的冰淇淋 剩下的晚上很是闷热 她走几步就叫唤着泪 要我背她 沈星仪身上香香的 很轻 我们走过一条街 去买她喜欢的哈根达斯 然后再不行回公司 开车离开 我喜欢这种 简简单单的快乐 沈星仪却抱怨过很多次 说我没有情趣 不知道怎么红女孩开心 为了让她满意 我时常上网 搜一些约会攻略 绞尽脑汁地陪她 现在想想 全网都在叫男人 怎么关爱女朋友 怎么不教教他们 怎么爱男人呢 后来我发现 她和自己的竹马叶晨 关系太过亲密 几次提起意见 一开始 她还会耐心给我解释 后来就越来越不耐烦 两人之间的友谊绝对单纯 吵到后来 我选择了和平分手 直到三年后 我在工作时 又遇到了沈星仪 她在甲方公司 帮我添了不少业绩不说 还常常就是重提 拎着便当来读促我吃饭 当着公司人的面 她对我热情表白 说她失去我后很后悔 这几年一直单身等着我 说得那么情真意切 在大家的起哄声中 我喝多了 和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说 沈星仪很爱我 像这样的女人不多了 要我好好珍惜 可要真的爱我 又怎么会和别的男人 不清不楚呢 那天 我大概是喝的酒 都进了脑子里 才相信狗改得了吃shit 我点了支烟 换上衣服也出了门 晚上七八点的S 是灯红酒绿 到处都是男男女女 我买了啤酒烧烤 坐在路边默默看着 又给自己订了 一直想看的电影 这部电影还没上的时候 我们约好一起来看 可是现在电影 都快下架了 沈星仪也没找到空档 她的朋友实在太多 每当我想分她一点时间 就会被她严肃地拒绝 我都和朋友约好了 总不能见色忘一把 好在现在 我也想开了 没有沈星仪的电影 也没了耳边 一直絮絮叨叨的人 反倒是更能全神贯注 把精力都留给剧情了 电影散场 我一转头 就瞧见广场中央的站台上 有两人正在热闻 台下一阵起哄 喊着让他们在一起 他们像是轻够了 男人转过头来 擦了擦嘴唇 皮皮地笑了 刚刚谁说老子玩不起的 轻也轻了 回去接着玩吧 是夜晨 我脚步一顿 看到被她护在怀里 脸色飞红的女人 果不其然 就是沈星仪 隔着人群 沈星仪看见了我 正拖开夜晨 快速朝我跑来 可惜 我没有等她 等沈星仪匆匆地到家 我已经把行李收拾得差不多了 想和她分手的念头 不是第一天有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 一个彻底死心的契机而已 现在 时机到了 她却彻底慌了 冲上来就要抱我 阿飞 你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就是喝多了 又刚好大冒险 他们说 让我和夜晨到外面亲一下 我想着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才没拒绝 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她伸手 想从我手里抢走行李箱 却被我转身躲过了 说这么多 都是没用的 要是他们之间没什么 朋友又怎么会专门起哄 让他们亲呢 沈家和夜家 本就是他们圈子里 最有钱的领军人物 要是没有苗头 他们怎么敢呢 我本来想和平分手的 可听到这话 实在是忍不住 冷笑了一声 看啊 她也知道我为什么要走 也知道自己错在了哪 可是之前 为什么要理直气壮的 给自己找借口呢 你说对不起 是对不起我的信任 还是对不起 不该让我看见 沈信仪脸色一僵 似乎被我的话伤透了心 线长的睫毛眨了眨 转眼就挂了泪珠 见我不像之前那样哄她 她顿了顿 软着声音跟我道歉 说真的只是意外 她没想到夜晨会突然亲过来 我本来就不信 更不用说 她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已经亮了起来 我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夜晨甚至还是她的星标置顶 我之前质疑过 沈信仪说她已经取消了 很显然 又是骗我的 不就是大冒险亲了你一下 她还真生气了 没钱还小钱 你怎么就喜欢上了这种人 万万可以 别当真了 沈信仪也看见了 她尴尬的倒扣手机 又重新贴到我身边 伸出手药抱抱 她以前总是这样撒娇 可是现在一凑近 我就闻到她身上 混杂在香水中的烟味 不知道是她又背着我抽烟 还是夜晨身上的 无论哪一种 都让我感觉恶心 言而无信的撒谎惊 看到我冷下来的视线 沈信仪一愣 有些慌乱地蹭了蹭我 老公 我今天有点醉了 我们先睡一觉 明天起来再讨论好不好 都说床头打架床尾和 今晚都听你的 好不好 我不禁开始反省 大概是从前 我对女友言听计从 才让她产生这种 可以就此翻页的错觉 可天底下的女人那么多 凭什么觉得 我会非她不可呢 于是我笑了笑 都听我的 行 那就分手 沈信仪没想到 我会这么回答 她愣了愣 大概是耐心耗光了 直接伸手把我推到沙发上 陈飞 你有完没完 我都说了 和夜晨只是个普通朋友 小学时我们就是朋友 总不能谈个恋爱 就不给她面子吧 想走可以 把我送你的礼物 全部还我 沈信仪家境不错 总是嫌弃我吃的 穿得太过寒暄 给她丢了面子 所以 她给我送名表 西装 严格要求 我按照她的喜好打扮 那些东西 都被我放在了客卧里 一个都没拿走 临走前 沈信仪眼眶通红 骄傲的几倍都弯了下来 她说 陈飞 我同意你冷静一下 但我绝对不同意分手 我没有理会 出了门就把她拉黑 可沈信仪不死心 还是每天都来公司找我 毕竟是贾方 同事都会给她几分面子 甚至有的会当面 夸她是个好女人 劝我不要不知足 面对这样的话 沈信仪总是表现得很羞涩 无论我怎么警告她 都被当成了耳旁风 一次两次 我也不想再给她留面子 直接反唇相机 是啊 我虽然抽烟喝酒 背着男友和别的男人接吻 但我是个好女人 是不是 沈信仪 沈信仪脸色惨白 恼羞成怒地骂我 而我只是充耳不闻 隔天就和公司申请了换人对接 无论她给我发多少消息 都不再回复 直到后来 叶晨亲自来找了我 说来好笑 自从分手以后 沈信仪天天在朋友圈 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还有网易云音乐和英谋文案 十足地失恋深情人设 惹得叶晨莲花惜玉 特地来声讨我这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我刚接受她的好友申请 叶晨就发来一大段小作文 字里行间都是高高在上 陈飞 你以为你是谁啊 家世平平的穷小子 要不是欣仪喜欢你 我们几个根本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和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凭什么怪欣仪不带你 小爷跟你直说了吧 是我们不让她带你的 怎么着 还指望谈个恋爱 就跨越阶层啊 我没有回复 只是截图甩给了沈欣仪 傅言 管好你家的狗 沈欣仪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 我没接 她又继续打 惹得我又有点后悔 前几天拉黑她微信的时候 应该把电话号码一起拉黑 可沈欣仪是个倔强的性格 我拉黑了一个号码 她又换了别人的手机号码 再次打了过来 等我点了接听 她就宛如豌豆射手疯狂输出 阿飞 你终于愿意听我说话了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为了你 我可以淡出这个圈子 我们复合好不好 你心里也是还有我的 对吗 否则你不会在乎叶晨的挑衅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深吸一口气 被沈大小杰这一出屏幕的自信心 震惊到了 半天之后才反问一句 你看到叶晨的话 就没什么想法 她只是作为朋友 不忍心看到我难过 以后我会引荐你们认识 消除你们之间的误会 我沉默了 对于沈大小杰的脑回路 深深的折服 她为什么觉得 我和叶晨可以消除误会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认识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初她怎么不介绍 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吃笑一声 缓缓开口 沈欣怡 你要和我结婚吗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响 我也没有催 只是静静等待着 她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 令我下定决心的 除了她和叶晨的亲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两个圈子的不相容 我们根本不合适 而我向来是冲着结婚去的 沈欣怡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轻轻叹了一口气 阿飞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也很想嫁给你 但你知道的 我家里人不会同意 我点了点头 收起心里那隐约的烦躁和疼痛 出言讥讽 对啊 这就是问题 所以 别来烦我了 和沈欣怡彻底说开之后 我专门设置了白名单 陌生号码一律不见 直到我收到公司的解雇通知 才知道 叶晨为了替沈欣怡出气 直接用家族实力 对公司施压 离职那天 上次请我出去喝了一顿 小陈啊 我真的很看好你 本来按照计划 明年准备 让你升职的 没想到摊上这事 S是恐怕待不下去了 咱们是老乡 我帮你引荐一个人 你回去找他试试 早就受够了大城市的996 还拿了个N加3的赔偿 我苦中作乐 感慨自己的头发保住了 然后收拾好行李 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却没想到 沈欣怡居然直接追到了高铁站 她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招数 拿着大喇叭到车站告白 我刚走进大厅 就听见外面的声响 陈飞 我爱你 我是真的很爱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逃避 不要走好不好 留下来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什么身份 地位 我统统不要了 只要你出来 只要你愿意朝我迈出一步 剩下的99步我来走 身份证 户口本 我全都带着 我们今天就去领证 踏马的 玩大的是不是 有一瞬间 我真的很想冲出去 告诉她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就算她现在想嫁 我也不想娶了 但是想想 还是算了 沈兴怡的性格 太偏执了 但凡一露面 只会引来更多的问题 我拎着行李箱 跑得更快了 幸好现在是高铁站 是刷身份证入场 不用承受检票员的眼光 却没想到 沈兴怡那天在高铁外的喊话 被人拍了下来 凭借着出色的样貌 在网络上一炮而红 她也顺势开了个账号 每天发视频说 自己和前男友的爱情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随着一张张合照流出 我在老家的日子 问我是不是那个拳网 都在找的前男友 我给他们表演了一个在线发疯 对 是我 她当初接近我 就是因为她男闺蜜不行 所以想让我给她竹马换肾 我不肯 就从S市逃了回来 听我一句劝 离姓沈的 和姓业的远一点 会变得不幸 当心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万一她觉得你行 要换掉你的肾怎么办 用谣言打败谣言 后来 沈兴怡的评论区越来越奇怪 她发视频的次数 也跟着少了下来 而我在之前领导的引荐下 搭上了老家的领导 找了份薪资不错的工作 还在同学聚会上 遇到了初恋 本来这帮同学 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是发小 听说我回来了 硬闹着要攒个局 把能联系到的同学 都叫了过来 其中就包括几英 几英人如其名 像樱花一样甜美 上学时 明明大家都一样 穿着校服 可她总是比别人好看些 笑起来有两个可爱的梨窝 性格也温润得很 那时候我好动 总是故意捉弄她 几英就气呼呼地瞪我 说再有下次 就不理我了 但是实际上 她总是还会理我 高中学业中 几英是我心里 唯一瞪白月光 只要想起她 就觉得自己还能坚持坚持 我也曾经想过 要和几英上同一个大学 没想到她后来改了志愿 留在了本地 我们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高中的暗恋 美好而单纯 那时候的我 甚至没想过要独占几英 毕竟 她是整个学校的女神 白月光 没几个男的不喜欢她 对我们来说 她就是高高在上的明月 够不到 但看着也开心 可是现在 几英在饭桌上 面对着大家的调侃 默默红了脸眶 几英 之前我们联系 你都叫不出来 怎么陈飞一回来就出来了 校花是在做老师吗 女神还是你女神 也不知道哪个男人那么幸运 能娶到她 以前几英就和陈飞前后桌 还单独给她补课来着 不过陈飞好像有女朋友吧 我摇了摇头 抬手就给她开了一瓶酒 瞎说什么呢 哥们早就分手了 几英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她犹豫着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其他同学 在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将我拦住 我 我也是单纯 陈飞 他们没说错 高中时候 我的确喜欢你 我愣住了 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心意 还是因为她的直接 然后 下意识地开口询问 那 现在呢 现在 也是 几英抬着头 她白皙的脸颊 在走廊的灯下 似乎发着银白色的光芒 一双信念水盈盈的温柔极了 那一天 在老同学的哀嚎中 我们在一起了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 沈欣怡对我那么偏执 居然从S追了过来 她拿着我们的合照 又开始 宣扬我无缝连接 说几英是插足我们之间的小三 有无脑粉丝攻击我们 甚至给几英的学校写举报信 要求学校开除她这个行为不端的人 流言蜚语 最能伤害一个人 尤其是某些极其注重生育的职业 这次我忍无可忍 开始反击 面对网络上的谣言 我直接整理了完整的PPT 吃瓜 就让他们吃个全户的 从她在恋爱期间 和叶晨举止亲密 再到后来 两人大冒险广场热闻 然后叶晨挑衅 逼迫公司辞退我 对于沈欣怡说 我拿着她的钱 杨小三这件事 晒出了详细的转账记录 恋爱期间 她在我身上花了钱不假 可我在她身上花得更多 她送我的那些礼物 也尽数被我归还 这段感情 我堂堂正正 无愧于心 反倒是她 一边和叶晨在背后吐槽 看不上我送的礼物 又总会暗示我送礼 她说 给钱不能证明我爱她 但不给钱 一定是不爱她 尤其是叶晨在背后 拿着男闺蜜的身份牌 一边给我上眼药 一边给沈欣怡送礼 说朋友才是最爱她的 沈欣怡就这样 被她洗了脑 总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恋爱期间 我除了房租 一大半钱都用在了她的身上 自己省吃俭用 可她却觉得理所应当 如今分了手 意识到我的好 又想用舆论逼我回头 我不知道 是谁给她出的馊主意 但我绝对不会吃这个回头草 网络上的舆论一瞬间反转 沈欣怡和叶晨的身份 都被扒了出来 连带着两家的股票 也降了不少 沈欣怡无奈 发了一个哭哭啼啼的道歉视频 她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说自己不知道 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 也不知道叶晨对我的侮辱 并表示自己 真的只是太爱我了 接受不了失去我这件事 可网友们也不是傻子 新的道歉视频底下 全部都是艾特叶晨的 是啊 好爱哦 爱到背着人家 和艾提叶家大哨接吻哦 穷小子没资格谈恋爱哦 一边吊着人家 一边和艾提叶家大哨大冒险 也不能抱怨哦 玩玩而已 沈大小姐怎么穷追不舍啊 不会吧 不会吧 这圈子玩不起啊 诸如此类的留言 越来越多 逼得叶晨也出来 发了道歉视频 她的脸上还带着亲子 似乎是被家里人教训了 毕竟时代不同 网友们对资本 也具有一定威胁力了 叶晨千不该万不该 一边赚着草根的钱 一边嘲笑草根倾贱 后来 我因祸得福 在平台上涨了一波粉 既因因为舆论的事 被学校的态度伤了心 干脆辞了那份工作 在家里尝试着做自媒体 和沈星仪一直以来的 卖惨风格不同 她则是简简单单的 录一些情侣 Vlog 有时候是拍我们一起 牵手逛超市 有时候是拍她给我做饭 然后坐在一旁督促我吃完 清清爽爽的风格 没想到也吸引了一批粉丝 直到某天 几英拉着我路易七 快问快答 她特意把沈星仪的评论 拉了出来 这样的便当 以前我也天天帮你做 阿飞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们一次次重复着我们的过往 何尝不是在想念我呢 晦气 我有些无语 赶紧解释 没有的是 其实我早就知道 沈星仪不会做饭 她都是拿外卖 假装便当给我 谁家自己煮的蒸蛋 是塑料盒装的 只是之前恋爱中 我一直装作不知道理 更不用说其他的事 我这人本来就挺无聊的 算是有些女生嘴里的 木讷 不懂情趣 我所理解的约会 无非就是吃饭 看电影 逛超市 让我平淡无趣的日常生活里 都有你 可是视频发出后 沈星仪并没有就此打住 她一次次第 对比自己和几英相似的地方 从梳妆打扮 到行为举止 似乎想要证明 几英只是她的替身 于是 吉英拉着我故地重游 穿上校服 去了我们高中母校 视频里 她坐在课桌上 转头看我 我对你心动三次 高中一次 现在一次 还有未来的每一次 沈星仪终于消耗 不再评论了 因为网友扒出 吉英这些年一直单身 她干净 美丽 和沈星仪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 也因为在视频的结尾 我掏出戒指 单膝跪地 吉英小姐 你愿意跟我订婚吗 或许现在 钻戒不是太大 但我会保证给你全部的爱 订婚准备得很顺利 我们双方父母见面 都对彼此很是满意 吉英的父母都是老师 家教研 风气好 而我家二老都在编制内 不求大富大贵 但绝对不缺吃穿 谁都没想到 如此体面的订婚宴上 会被几辆兵力打扰 叶辰带着沈星仪 直接闯入了酒店 她大概是嚣张惯了 见酒店的工作人员 想拦 拿出一叠钱 就往他们脸上砸 说什么规定啊 不就是闲钱少 滚 沈星仪对他们的声响 充耳不闻 她只是痴痴地望着我 一步步走近 两人似乎做足了准备 她身上甚至穿着婚纱 比吉英身上的礼服 更加豪华 我直接被他们气笑了 下意识地将吉英护在身后 冷声质问 这是我的订婚宴 你们闹够了 就赶快滚 沈星仪的眼泪 瞬间落了下来 妆容精致的脸上 留下两道白痕 可她大概不知道 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我知道 阿飞 我就是爱抢婚的 就算你拿我当她的替身 也没关系 我愿意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你跟我走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阿飞 我肚子里有了你的孩子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就连远处正和工作人员 胡闹的叶辰 也惊讶地看着她 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 她会放出这个王炸 我明显感觉到 身后的脊椅浑身僵硬 抓住我的手指 更用力了些 我看着她 冷冷笑了 沈欣怡 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 我早就想和你分手了 所以后来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房了 再往前算 月份就不对了吧 你要是执意碰� 我只能当面拉着你去医院了 沈大小剑 我的心里 只有我的未婚妻 沈欣怡脸色巨变 她摇摇欲坠 几乎将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 可即使跌坐在地 她还是一脸不甘心的模样 抬头质问我 你说你的心里只有她 那我算什么 我们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又算什么 我拦住了几英的腰肢 转头看她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沈欣怡 不是叶大少爷说的吗 玩玩而已 你们怎么还当真了 如果硬要问关系的话 和叶晨一样 可以轻嘴的普通朋友 沈欣怡似乎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她又哭又笑 拼命朝我爬来 又被长长的裙摆半斗 伸出手来拽住我的西装裤子 别走 朋友也好 陈飞 别走 我转头看了看愤怒的叶晨 只觉得可笑 她不去拉着风魔的沈欣怡 恨我干什么 很久以前 他们曾经对我说 如果两人要在一起 就没有我了 对啊 现在没有我了 他们怎么不在一起呢 我拽出了自己的裤腿 最后回应了一句 沈欣怡 我是喜欢过你 但那已经过去了 再她一次次 抛下我去酒吧 选择她的狐朋狗友时 就过去了 我掺着吉英的手 一步步离开 没有回头 完全不去理会身后的混乱 后来我才知道 订婚宴的当天 吉英安排了表弟拍摄视频 打算事后剪辑一下发上网 让网友们一起沾沾喜气 结果沈欣怡的操作太过风骚 把表弟气了个半死 直接把无剪辑的版本发上了网 没多久就冲上了热搜 再一次因为他们的继承人 被放在了火上烤 为了不被殃及的太厉害 叶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私生子 并宣布她成了新的继承人 而沈家就更简单明了 既然沈欣怡已经怀孕 他们直接强制性的 把沈欣怡嫁给了叶晨 并发布了一系列的公关措施 可惜网友并不买账 本来只是简单的私人事件 但沈家的公关部门 依然带着高高在上的意味 处理态度令大家不爽 纷纷开始抵制 再看到他们二人的新闻 是在法制节目 叶晨家暴沈欣怡 不小心把她打死了 两人作为天之骄子长大 虽然亲密 但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沈欣怡是真的怀孕了 孩子却并不是我的 和我分手之后 沈欣怡太过痛苦 被叶晨喊出去喝酒 春宵一度 沈欣怡以为那晚的人是我 而叶晨因为颜面也没有解释 直到她来抢婚 说出了怀孕的事 叶晨再也瞒不下去了 她原本想着自己和沈欣怡 迟早是要联姻的 但她自己也想玩 所以可以接受两人各玩各的 可是沈欣怡真的爱上了我 叶大少爷开始不爽 几次用男闺蜜的身份说我坏话 又对着沈欣怡承虚而入 沈欣怡知道孩子真正的父亲之后 瞬间崩溃 说要告叶晨 没想到被家人被刺 逼迫着嫁了过去 叶家也不可能让子孙流落在外 两人没多久就被迫领证 成了一对怨侣 沈欣怡怪叶晨 说是她害得自己分手 叶晨也恨沈欣怡不时抬举 婚后没多久就花天酒地 终于在一次醉酒后 两人爆发出剧烈的争吵 对着沈欣怡拳打脚踢 活生生的把她踢留了铲 等她清醒过来 再把沈欣怡送到医院 已经晚了 孩子没了 沈欣怡失血过多 也没了 叶晨进去了 等她再出来的时候 叶家也没了她的位置 只能做她一直看不起的草根 这一下 沈家和叶家彻底没救了 因为这一桩桩的丑闻 公司股价快要跌破冰点 最后还是叶家私生子力挽狂澜 主动来找我们合作 为了这个合作 她给了一个非常诚心的价格 甚至主动帮我牵线搭桥 在职场上连升三级 我的工资翻了三倍 再加上叶家给的钱 在老家开了一个工作室 吉英是这里的老板娘 她大部分的时间 都待在这个工作室里 一边拍视频 一边工作 几年后 我们的公司一再扩大 在老家打出了知名度 变成了有名的企业夫妻 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回校演讲时 吉英靠在我的肩头 轻声开口 那年我站在樱花树上 想着你回头的话 我就和你告白 不过好在 相爱的人不会错过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陈飞 你要当爸爸了 春天又要来了 我们的幸福 也还在继续 沈星一番外 我一次看到陈飞的时候 就很喜欢她 她的身上 有这个圈子里 都没有的气质 因为这一点 我展开追求 甚至为了她学习厨艺 当然 失败了 所以后来 我通常是让家里的保姆做好饭 或是点外卖 再假装是我做的 后来我才知道 陈飞一直都知道 她只是没有拆穿 可是这样好的陈飞 被我错过了 我渐渐忘了自己喜欢她的原因 只顾着拿她和圈里人比较 觉得她没有我的朋友有钱 也没有他们有趣 等她要离开的时候 我才幡然醒悟 可是 似乎太晚了 陈飞离开得很坚决 无论我怎么撕心裂肺地挽回 她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看着自己空空荡荡的家 又感觉到了一丝冷清 叶辰不停地发情细安慰我 我有些恼怒 让她不要再找我 可她只是问我 要为了一个男人 抛弃这么多年的友情吗 然后 我又犹豫了 还让她出主意帮我 叶辰其实算是个情场老手 我知道我们迟早会结婚 可我是真的不喜欢她 毕竟 曾见过陈飞这样全心全意的爱 谁会选择做别人的之一呢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 那时候的我 是享受被两个男人宠爱的感觉 为了让陈飞回心转意 我尝试过很多种方法 比如学着电视剧 去高铁站门口喊话 开账号记录我们的爱情 甚至想和叶辰断个干净 我对陈飞说的话 都是认真的 只要她愿意回来 我真的愿意脱离这个圈子 再也不和叶辰他们交往 只一心陪着她 我相信陈飞身上的任劲 她一定可以 给我拼出一个未来 为了这个未来 我连尊严都可以不要 一次次努力朝她靠近 甚至跑去抢婚 那天的婚纱 是我特地选来的款式 承载着我对婚姻的所有幻想 然后也在那一天 被彻底的撕碎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居然是叶辰的 我恨她辜负了我的信任 更恨当初的自己 被朱油蒙了心 为什么不把陈飞的话 放在心上 当初 得知自己怀孕时 有多么的欣喜 现在就有多么的痛苦 我以为这是让我们 重归于好的结晶 却不想是审判的果实 即使再怎么不愿意 我还是被沈家放弃了 在这样的圈子里 所获得的所有好处 都有价格 需要我们去联姻 给他们换下一个筹码 现在 我已经怀孕了 筹码贬值了 叶辰出去找女人 我不在乎 可我不能接受 自己被关在叶家 连远远看陈飞的资格都没有 我又哭又笑 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生活 忍不住对着 成天喝酒的叶辰怒吼 如果没有你 如果当初我能果断一点 把你拉黑删除 彻底离开这个圈子 陈飞一定会娶我的 现在站在她身边 一脸幸福的人 会是我 叶辰似乎被我的话激怒了 失去意识之前 我看着手机上 他们的采访 基因靠在她的怀里 整个人都好像镀上了一层光 本来 这份幸福可以属于我的 本来 该是我啊 我愤恨地闭上了眼 只希望有来世的话 再遇到她一次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分掌 稍想